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我们在种植它的时候 不用土 可以放在水里面直接培养 所以呢 大家都把它作为冰清玉洁的象征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林波仙子 那么它为什么能够 不用土培就能够开花呢 最重要原因 它以前啊 就这个大的林静中 这个大的林静是放在土壤里面 培育了两到三年之后 拿出来这个球静 它放在水培里之后 它已经积蓄了很多的营养 它就能够自然开花了 它自然就能开花 因为它积蓄了很多的营养 那么它属于石蒜科 我这里呢有一盆水 先大家观察一下 这样能看到吗 很高啊 这个角度 好 这是一个石蒜 这是一个俯视的角度 我这样拿一下 这样拿一下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哦 水 好 这个 这是一个水仙花 那么我们 我拿出来 大家看一看它的根部 大家应该 水仙花 大家都应该是 非常熟悉的一种花的品种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根部 它的根部呢 这样看一下来 因为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 这个根部呢 它的下面是非常像一个洋葱头 它的根部像一个洋葱头 然后它的鳞片上面有这个褐色的这个比较枯萎 看上去像枯萎形状的这样的一个临近的边缘 然后上面呢 它的叶子 大家看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扁平厚实 然后它的叶子扁平厚实 然后它的肩部 大家看它的尖 看它的肩部 它不像兰草一样有一个尖尖的尖 它的肩呢 是偏圆形的 肩呢 偏圆形的 在大临近的周围 常常会有这种小的临近 小的临近 这种小的临近呢 这种小的临近 它是不会开花的 会开花的是这个积蓄了两到三年营养的大临近 大临近 这是它的外形 大家仔细看一看 待会我们画的时候要做到心中有树 大家看它的根部 它的根部 看它的根部 成虚状 成虚状 好 我们把它放在盆里 放在盆里之后呢 只用清水供养 它就能够展开出美丽的花 我们今天呢 先了解它的基本构造 等到它盛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次绘画它 好 我们下面呢 就来画一画这个水仙花 我们了解它的构造 先看看食物 再看看它开花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再看它开花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们水仙花的品种 有很多 我们最常见的是这种形态 大家看它的花头 我们称它为金盏 就像一个金色的杯子在中间 银盆 这个白色的花瓣 像一个小盆子啊 叫金盏银盆 金盏银盆 那么我们看 它的花瓣 是六瓣 六瓣 三个一组 这有内伦花瓣 是一二三 然后有一个外伦花瓣 在外边的 一二三 一共是六组 中间黄色的 有一个像杯子状的凸起 里面有花蕊 这是它的构造 它的花呢 是从根部抽出镜 然后长度呢 比叶子 比叶子 差不多高度 比它稍高一些 它的花头是这样的 它花头是这样的 下面呢 我们就先了解一下 它如何绘画 它的花头 以及它的花叶 先说花头 我们今天呢 要完成这样一幅画 这样一幅画 看一看 这样一幅画 有时 这是一幅 我们用 勾线笔 勾线笔 和 水彩笔 完成的图画 我们常常在画国画之前 或者是我们在平常的 积累过程中 常常会用到这种方式 来练习我们的用笔 以及 积累我们的素材 看一看啊 首先呢 我们练习一下 水仙花头的画法 为了让朋友们看得更清楚 我就用这个 大的勾线笔 直接画 这个是把这个清楚 这个大的勾线笔 直接画 那么 朋友们在画的时候 不要用这么粗的头 你要用一个 稍微细一点的头 这样的话呢 稍微细一点的头 这个勾线笔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马克笔 它有两头 两头 都是油性的 以前我说过 当你的颜色 碰到它的时候 它不会 运开 所以画面非常干净 整洁 我用的纸呢 就是我们图画本 图画本 图画本 图画本的一张 随便的一张纸 我们用来做练习用 这个笔的特性是 它会阴 我们常常会在下面 垫一张纸 防止它阴到下面去 好 我们先看水仙花花头的话吧 然后再画整体的画 先看花头 粗一点的这头画 好 大家用细一点的 也可以拿铅笔画 拿铅笔画之后 你可以方便修改 先画中间的 先画中间的那个盆 金盏 它像一个小盆的形状 然后你看 这个 我们画一个这样的形状 它有一个角度的 这是一个中间的金色的展 然后呢 我们画上它的花蕊 三个小花蕊 概括一下 这是中间的 中间的部分 像一个小盆 金展 然后呢 你看 我们可以画很多的这个画头 我们要把这所有的画头 都练习一遍 都练习一遍 好 我们画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画包 第一个画包 我们说 还是不熟悉的朋友们 可以想象成括号 左边一个小括号 右边一个小括号 就可以这样去画画头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画它了 第一个 我们把第一个画头画出来 先这样画 顿笔 再来一笔 这样的话 它就有立体感了 这是12点钟的位置 垂直的 垂直的 然后我们在侧面 这个地方 再画一个 可以中间 打一点线条 让它有点立体感 第三个 现在是三半 先把内部的三半画出来 然后往 我们把外侧的画出来 123 外侧 好 再来一笔 它就有立体感了 这是第四半 我们画第五半 在它的后边画第五半 最下边画第六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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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朵 这是第一朵 好 我们再画一次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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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 进展 好 中间的部分 最上面 第一半 第二半 第三半 先画内轮花的 这三半 然后我把它的立体感 给它画出来 好 三半 内轮花半 画完之后 我们画外轮花半 四五 最下边这个 好 好 这是第 这是正面的 几乎上是全正面的 水线花头的画法 现在我们 这是正面的 我们画一个侧面的 侧面的水线花头的画法 同样 我们可以先画 它的金盏 花心的部分 黄金色的那个小杯子 然后我把三半画出来 这是个小杯子了 以它为中心 第一半 第二半 第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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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住了 有一个遮挡关系在 这花瓣 侧面的 遮住了 这儿有个花瓣 这边花瓣 四五 六呢 可能在这边 在这边 侧面的花瓣 然后呢 画它的花金 这儿有个 鼓着的小包 稍微粗一点 然后弯下来 这是侧面的花头 这是侧面的花头 再画一次 一 二 先画中间的三半 然后后面的 外轮的 先画一个侧面的 这档关系 好 这个侧面的花 是这样去表现它的 我们画一个花包 左边 右边 包住了 包在一起 再起笔 往下来 画它的花金 是这样的 花包 还有那种刚刚开的 再加一个花瓣 就可以了 在这儿 它的花包的画法 好 我们简单就画这么多 有很多 有很多的角度的 有很多角度的 画一个俯视的吧 画一个俯视的 这个是侧面的 再画一个低头的 先从金开始画 也是可以的 画画包了 先把中间那个圆盘 画出来 金盏 俯视的 这个 这边 往这儿开 这一边往这儿 三半 先画出来 这边我们让它 有一个角度的感觉 好 这个 三半画出来了 其他的呢 在后边 好 这边也有 当然其他后边还有 我们呢 可以虚过去 因为角度的关系 看不到了 我主要把三半画出来 再画一些虚的 就可以了 这是个侧面的 往下来的 这样画到这儿 其实这种 这个角度就可以了 我们再画一个 侧的更狠一点的 侧的更狠一点的 比它更狠的 往这边侧 先把它 精花出来了 这次 这次我一点花盘 都看不到了 中间的那个 金盏都看不到了 因为它低头了 一 先把那一轮的这个花瓣呢 给它画一画 因为呢 它 看这三个是这样的 中间呢 挡住了这个 挡住的部分 好 这样看上去 就看到 从这个角度看 一二三四五 就看到五片 另一片花瓣 在那边 挡住了 看不到了 这是一个俯饰的 这是一个俯饰的 我们再画一次 这个俯饰的 先画三半 中间有遮挡关系 再画出来 边上的 好 你看 俯饰的 我们就也会画了 当然了 我们还有很多 形状的花头 我们可以对照着 在网上搜一些照片 去进行对照的写声 说到这个写声呢 我还谈到了啊 有一个朋友 在群里发了一张图片 我就把它发展成了 一幅画 是一幅兰花的图画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可以看到全部吗 这个兰花 这是根据朋友们在群里发的 你的兰花的图片进行 进行创作 大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在网上找到水鲜花的图片 进行创作 好 下面我们就来创作一幅水鲜花的完整的图画 把它稍推进了一点 我们用稍微细一点的比了 这次啊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了解了 它的大概的构造 好 从这开始啊 我们要画一个 一束水鲜花 包括林径 先从林径画起 林径像一个球形 我拿一个铅笔 大家勾一下啊 你可以勾也可以不勾 你胸有成竹 就可以不勾 但是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它的外部构造 大概它是一个这个形状的 你可以拿铅笔勾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构造 然后是一个 上面是褐色的边缘 一会拿过来 让朋友们再看一看啊 大概是这样的 好 是一个这样的球镜 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不对 是一个 是一个 刚才我们看过的 这个水鲜花的球镜是这样 下面是这样 所以我们上面是 有个褐色的边缘 在这个林径上面 有一个褐色的边缘 好 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了 好 我们在这往下看 我们就开始画了 就打一个搞 其他的不打了 好 从这开始 用笔要流畅 好 把它的基本型画出来 我现在画的是 那个褐色的边缘部分 好 这个林径 类似于一个 洋葱的形状 下面我们画它的根径 虚状根 注意画根的时候 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法则吗 我们说了 不要太整齐 要自然的话就要有遮挡关系 要有交叉的部分 但是尽量避免平行 我把根一个都画出来 太平行 避免平行 避免平行 避免三根交于一处 就像这样 三个根交在一个地方 是大忌 比如说我画一个根 这是一个囚径 我三个根交在一处 这个是大忌 绝对不要出现的 还有两个根是完全平行的 这个也要 也不行 我们要注意 它要有 有 太平行 就要找一根 把它破一下 不要太平行 要自然的话 第一要有遮挡关系 第二 不要平行 第三 不要三个交叉与一处 当然四个就更不行了 好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林径画出来 林径上面的纹路 五花级别 我们看时间 如果时间够了 我们就 画一画它的果 画叶子了 往这翻 我让它过来 你看 这个叶子有一个翻折的关系 有一个翻折的关系 它翻过去了 看得清吗 朋友们 翻过去了 好 这是第一片叶子 现在从第一片叶子之后 我要开始画第二片叶子 从这过来了 有一个遮挡关系在这 好 它遮挡着后边这个 然后这个叶片也有一个翻转关系 我画到这 先不画了 因为上面我要出花 我等一等大家 好 我出花精了 如果你没有画完 先等一等 先把花精画出来 这个花精要从这出来了 要从这出来了 从这 好 下面有个包片 包片在啊 包着它的啊 然后我要画正面朝向我们的花朵了 这儿有个小古包 上面要出花了啊 出花我要考虑到 你看它的花心在这个地方 花心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有一个轮转画板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圈上 所以我要 我先画中间的这个地方啊 先画中间的这个金盏 金盏部分啊 好 我先往下画了 先往那一轮的 三半 好 然后往这儿 这个方向有一个这个方向有一个花瓣啊 好 一二三 然后往外轮花瓣画了 四 五 六 三半画好了 然后我把它的立体感画一画 第一个 第二个 啊 我们有一些里面让它有一些侧面的感觉啊 稍微有一点点侧 这个画面更有立体感啊 我加一点 小纹路 让花朵有一点立体感 好 这是第一朵 然后呢 在它的旁边还要出 它是一簇一簇的啊 旁边还要出一只 就用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啊 说的侧面的画灰 好 侧面 我们画一个侧面的 同样 从这个 我们从金盏开始画 同样 同样 我们从这个小杯子这个形状开始画啊 好 往这儿来 侧面的 一个 一个花瓣 这边来 飞起来了 三个啊 二 这边 再来一朵 好 用到刚才我们用到的那个 哎呀 翻转一下 再来一遍 看 这是第二 第二个小花 侧面的 好 再来一个 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啊 这个也是从这里出来的 我们同样 离开它一点 从金盏这儿开始画啊 哎 有朋友说了 你这个 为什么画的 用曲线 因为它有角度呀 因为脚 有角度 而且我们要画 那种迎风飞舞的感觉 所以让它的 小盘 不是那么 边缘那么光滑 好 好 我们画第一朵 第一个花瓣 在这儿 好 一 第二个花瓣 我们让它在这儿 二 画第三个 我们要画到这边 在这个方向 在这儿 好 三个 然后画外轮的 看一二三 三个方向的话 我们就都出来了啊 三个一二三 然后我们这里面还缺少一个花苞 我们从这里的出一个花苞 从这儿出啊 从这儿出一个花苞 有一个遮挡关系 让它从这儿 从这儿出来一个花苞 有一个遮挡关系在 它有立体感 凹起来 好 花苞 一二三四四朵了 还不够 我们要再来一朵 从这个地方啊 从这个地方 让它再出去一朵 上边 在它上边啊 这个镜啊 从后边这儿 让它从这儿出来一下吧 好 让它再出来一朵 好 从这个地方 上面顶部还要有一朵 同样我们从金盏 这儿开始画起 左边一半 先画内轮三半 一个 这个呢 啊 在这儿 另一个 它是有遮挡关系的 但是这个是 我们画一个这个形状 像个小碗一样 没有完全打开的 啊 完全打开的 这个两片呢 就比较立起来 但是我仍然 先画这边的 这个啊 有遮挡关系 这个在这儿 待会它有遮挡关系 我们先把它虚过去 啊 第三半的在这边 好 然后呢 我们 这边 这一半 哎 它想开开 它想开开了 它想开了 一二三四五六 你看它是个侧面 那一半有点远 它虚过去 有点远 虚过去 把它虚虚的 哎 在那边 虚一点 好 它没有打开 这边可能有点遮挡关系 我想再画 时间够的话 我想再画一组 时间不够的话 我把它就补全了 啊 要不然我把它补全吧 我们怕时间不够 先画一组吧 先练一组 好 我们把它补全 一二三四五 这是一组 先画一组啊 这是一个花的画法 大家已经掌握了啊 我们再画一个临镜 放在这儿 跟它呼应一下 画一个临镜 我们先 构一下图 我们要在这儿画 铅笔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儿 在这儿 画一组比它高一点 放到这儿吧 画一组临镜 在这儿 跟它呼应一下 跟花朵呼应一下 好 在这儿啊 然后我们开始了 注意用笔 直接我们就可以 灵活的用 如果你 用曲线啊 去表现它 好 中间呢 你看我这个 大家看一看 水吧 大家看看这个 这儿是不是有个裂口 是不是有个裂口 啊 有个裂口 我们在这儿也给它 画出来一个裂口啊 像一个裂口 从这儿 哎 有个裂口 然后上面边缘是曲折的 大家看到了 它的边缘 这个 有一个褐色的边缘 是曲折变化的啊 是曲折的 你有意识的 画成曲线就可以了 你说老师 我跟你画了 不一样啊 曲线 没有关系 只要掌握住 它的形 就可以了 把它画成一个圆形 你看 画成一个圆的 就可以了啊 那个曲线是有意而为之 有高有低 错落变化 掌握住着它的特点 就可以了 不用说我在哪个地方弯 你一定要在哪个地方弯 错一点都不行 这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要掌握它的变化 掌握它造型的特点 这才是我们要掌握 最核心的部分 它是一层一层的 这个小灵径在上面 一层的这个褐色的这个小边缘 一层一层的啊 好 诶 这儿有一个跟它有一个遮挡的关系 把它整为一个整体 你看 它正在发芽 它正要长出来 它是一个比较嫩的一个灵性啊 我们这一节呢 就是你用这种方法呢 可以把它造完形之后 可以进行 可以画公笔画 把这个画完之后 你就可以画公笔画了 掌握住它的造型特点 把购完线之后 直接上色 画公笔就可以 画公笔就可以 然后呢 你还可以 用这种方法 去做写意 掌握它的造型特点之后 熟练地掌握它的造型特点之后 再去写意 再去总结 再去概括 好 这换了一个灵性 我在旁边来个小的 大小号码 这是两个裂开的 其实它是两个 所以看上去比它大一点 然后旁边我们说了 大的上面 会长这个小的灵性 是不是 大的旁边会长这个小的 这个球 小球是不会开花的 小球是不会开花的 它非常像一个 蒜瓣的形状 大的话呢 就有点像洋葱 小的时候呢 有点像蒜 所以有个邂逅语啊 就叫做 水先不开花 就说它什么呀 我水先不开花的时候 就是说 当一个人有能力 做一件事情 而他不去做 故意说自己不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形容 它说 水先不开花 装蒜 你看 水先不开花的时候 是不是很像一个蒜呢 它就很像一个蒜 然后水先花呢 是一般长在浅水的岸边 我们给它画一些小石头 好 下面呢 画一些小石头 可以了 我们来给它涂一点颜色 然后复习一下 我们以前非常熟练的 那个金鱼的画法 我们直接就拿彩笔去画它了啊 画完之后我们再勾 好吧 先 先不勾 我们先画啊 我们先给水先涂颜色 先从花头开始涂吧 我找两种颜色 大家看我用的就是这个水彩笔 用的就是这种 这个水彩笔 水彩笔呢 我们先找两种相近的颜色 我们一般会用两种颜色 去调它 因为它没有 国画颜色毛笔的那种 能够一笔画出好几个颜色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两只到三只颜色 去调它的我们调出我们想要的颜色 三只 我拿三只去调它 好 这三个颜色是一组 你看啊 都是黄色系列的啊 我要去调它 调出来一个我想要的颜色 然后花心的部分 相对来说肯定颜色要 相对来说要重一些 然后我让它有一点变化 我用两个颜色去画它的花心 根部也点一下 然后我用浅颜色 去把外边给它稍微熨染一下 它这样的话就有一个立体的效果 说到这个水仙花呢 它是白色的 说到白色的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去熨染它 有种方法呢 白色的话会用青色 青色去熨染它 我们没有这个熨染的这个 像毛笔一样能够直接熨染 我们要采取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找一个 一点点熨染纸 把它叠一叠 我说过啊 把它放在这儿 当你的墨没干的时候 往外给它刺一下 这样是可以的啊 看 这样是可以的 你看 这样 它是不是有立体感了 白色的话常常用绿色去 去突出它的花心部分 一染的话就会更觉得这个花更绿啊 而且有立体感出来了 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用 侧面啊 侧面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都可以用绿色就这样去熨它一下 好 这样是可以的 还有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用 这个颜色 啊 这个颜色是 我有这种浅浅的灰色 但我这个灰色不太浅啊 有一点重了 然后我也会用 有时候会用这个颜色 那就可以直接把中间这条 就中间我刚刚涂过中间的部分 把它分成两半 也是用这种方法 你看你喜欢哪一种方法 你就可以选择用哪一种方法啊 把刚才涂过的颜色的地方呢 给它稍微的 给它让它 有一个这个立体感 灰色也是可以的啊 你看你会喜欢哪一种呢 也可以两种方法你都用 出来效果就会更好 这水彩笔 也可以画出来很漂亮的画 这是技法 这些都是技法 好 你看我这个把这个画完之后 再用绿色给它晕一下 它效果会更好 周围一圈 我用绿色给它推 推往外边 看它的效果是不是更好 效果会更好 这个小花包呢 就会更绿一些 这个花头呢 我们就先染到这儿 好 然后我们画花精 花精呢 我们也是用两种颜色 去把它的立体感表现出来 甚至颜色更多一些 颜色越多 表现效果越好 主要是两种颜色 正面和反面的颜色 我们把它去分开 主要是这两种颜色 把它去分开 正面是这个颜色 花精的颜色比较浅 我们先用这个颜色 把它涂一下 这是花精的颜色 然后正面的 花呢 我们都可以 用这个颜色 去涂它 好 让它翻过来 就是里面那面朝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 用另外一个颜色去 涂软它 它就出来了这个效果 我这样一涂 发现我的 我的这个叶子太少了 才两件不够 我再加一个 我们要一边画 一边去调整 好 这是它主体色 好 夜间呢 我用一些褐色 来把它画的 让它更漂亮一些 夜间有一点颜色的变化 我再用一个绿色 把它给闪一闪 同样啊 同样啊 它多一个层次 它又更漂亮 不用把它染得那么齐 有点高光的感觉 看上去会更漂亮 然后这个临近啊 我们说了 边上有这个褐色的感觉 这个根上我们这样画一下 让它有一些立体感 两种颜色去勾 它让它有一点点立体感 好 那这个趁它这个水啊 多的时候 我们让它这个颜色呢 有一点点过度 拿这个 我是一点点小宣纸啊 也可以拿参金纸 都是可以的 把它吸水效果的纸 把它晕染一下 让它有一点点这个 立体感在上面啊 好了 这个 这个水仙花的方法 就交到这里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一笔 我们画一个小 小金鱼画一个啊 头 先画头 一笔画头 头胸腹 大红的吧 怕朋友看不清楚 我们复习一下啊 画金鱼的方法 把头 两笔把它宽度出来 大家还记得吗 顺时把这个塞的部分画出来 然后我们拿笔直接就勾了啊 拿笔直接就勾了 然后呢 就画两边的两个大眼睛 近大远小 进步的你可以更大一点 酸麻籽形状 然后呢 画嘴 马老师 马老师 你再往上面移一下 下边可能 看不到吗 往上 往上面移一下 好好好 尾巴 从这儿细 然后分开 四个尾巴 哎 让它 好 然后棋 不要忘了它的棋 胸棋 腹棋 背棋 好 然后用颜色去染它 用两种颜色 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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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复习了一下 我们小鲸鱼的换法啊 最后点它的眼睛 在这儿 口外啊 点一个眼睛 好了 往天 它是往天上 有点 有点往天上看的意思啊 正面呢 从这边游过来 游到这边来 当然你也可以放在这里 好 这个构图都结束了 下面我们让李主席 给大家讲一些事情 有请李主席 那个啥 行啊 这个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 中心这边呢 就是现在这个群里边呢 这早就二百多人了 现在有很多人可能需要进群 宵禁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大家扫 就是不在这个群里面 大家扫这个二维码 这个扫这二维码的时候 你在二维码说你要进书画群 就给你拉到书画群里边了 就是现在这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上二维码 大家扫完的时候呢 我说大家讲一下啊 讲一下呢 这个我讲了以后呢 马老师给大家具体继续 可能有些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马老师 这个 这里边有一个是中心这个 这个录像回放呢 这个都上传的YouTube 这已经这几个月了 每天都在上传 今天的可能明天都要上传 所以大家需要复习的 包括最初 马老师一开始讲的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当然说 还有在中心学习其他的语言呢 或者是什么健康方面的 有哪些方面的 还有其他问题方面的 这些呢 都可以上去查 都可以查 到YouTube一边去 到YouTube我以前也讲过了 就是怎么去点击 YouTube 然后是这个 需要 如果说大家说有需要 需要这个 我给大家再解释的话呢 一会儿看马老师的 马老师这个结束了 又看有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 我大家再给他讲一下 YouTube你可以留言 我可以跟你 可以再交流一下 因为这个现在 不影响马老师 马上他要去上班 给大家解答 以后他要去上班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现在的中心网站 从昨天开始 已经是 因为YouTube这边 国内看不到 我们现在有很大 一位朋友 还是在国内的 看不到 我们这段 一致解决问题 昨天 昨天 就是从昨天开始 录去会有一些 上传到YouTube 包括以前的 但是现在是当天的 我们基本上 都要上传的上去 都要 所有的视频 都上传到 我们中心的网站 中心网站 可能大家都有 就是给群里面 发那些连接的 那些中心网站 明天通知 这个网站 就是那中心网站 CVACCA.org 就那个 你点 都进去了 这里边 我给大家解释 这个网站点击 可能这两天 点击率比较高 很多可能第一次 你点 点不了 看不到 你再点一次 一般来说 点第二次 或者第三次 肯定能不能进去了 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网站里面 这个更方便 你不管在世界隔离 你都可以 我在群里也发过 发过这个通知了 全世界隔离 都可以看到网站 都可以看到 好了 我不但占用 这个马老师更多时间 他马上还要去上班 说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给马老师问一下 马老师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啊 大家好 大家好 喂喂 有没有朋友说话 这个没有放开 有没有考虑 这个没有放开 我把这个去掉 我把这个去掉 对 我把这个去掉 这个声音呢 马老师没有放开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 或者是 可以留言吧 举手给你打开 你举手给你打开都行 对了 有问题的话 可以举手 好吧 举手了 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举手 就举手 你讲吧 你打开 你给马老师讲吧 大家可以举手 好 好 对 对 马老师 你好 上回不是我们 在 你教我们那个 画那个什么 就是 导渔 不是啊 就上回不是 公 什么叫什么 公画 公笔 公笔画 然后没有完嘛 没有 最后没有 没有画完 继续下去 对啊 对 因为我看群里呼声不高 因为那个公笔画很 很繁琐 我没有人 没有朋友说 他在接着画 我就没有在 在发相关的东西了 好 那我接着发好不好 要在群里接着画 你想再 对 对 稍微那个 你已经把他那个 公笔画 已经放到那个板上了 然后继续下去 是什么样的 就不知道了 好 那我们以后就 一期讲一点 就一期拿出来 放一点点给大家看 放一点点给大家看 因为那个 总是很麻烦 好不好 就一期 一期放一点 还是 如果要 要讲一次画完的话 我下一次看一看吧 如果想把一次画完的话 我们下一次 就再把它讲一节课 因为再涂色的话 小面积的话 我们看看 上吹风机可以 因为大面积不能吹嘛 大面积的话不能吹 小面积还可以 上回那个 一副已经干了呀 对 干了 确实干了 我们下面接着画它 干了以后 我在下一节课吧 我们接着画它 好不好 因为我怕有朋友 没有接着画了 我看群里呼声不高 这个也可以画公笔呀 公笔就是这种画法呀 这个也是一样的 先把这个形出来 然后你上板就可以画公笔了 好不好 是一样的 这个就可以画公笔了 这个是 画到这儿 基本上就结束了 基本上就结束了 然后再落款就落到这儿 落款就落到这儿 因为直播间时间很少嘛 很少 我们就 我把这个 另外的图就发到群里 直播间这幅画也发到群里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不好 今天这个水仙花画会了没有呀 这个话会了没呀 这个会了吗 我们回家还要复习 要复习一下 因为它那个 一个角度 有个角度问题 然后一下子出来了很多的直线 出直线这边还有很多 曲线出来 怕大家一时那个 接受不多 接受不了 下去一定要复习一下 我们那个公笔画 下一节课接着讲一下 好不好 好的 我们接着把那个 我那个板也在 我们都接着把它再往下再画一画 很繁琐 不要嫌麻烦 我们就接着画 好不好 好 好 那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有问题 看看啊 举手回答 举手回答 李主席会给大家打开的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 这个 我打开 打开 露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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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好 我迟到了一点点 我想知道你用的那个纸和那个笔是什么 我刚才在群里说了啊 笔就是谁才笔 就是谁才笔 不是那个画黑色那个 黑色那个 就像啊 这就是马克笔啊 马克笔 M-A-R-K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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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纸有限制吗 就是一般的素描 没有没有 我就是这个小朋友用的图画本 你可以看到吗 哦 好的好的 就是我随便就是 这就练习用什么纸都可以用 啊 这个小朋友的图画本 下一个 下一个 好 啊 老师啊 我想问一下 中国话有 就是概括的有哪些话 比如说工笔画 水墨 泼墨 就是给我们大概的 大概讲一下 简单说一下啊 啊 好 嗯 他 他是这样的 你分类的方法有很多种 简单的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为工笔和协议两种 两大种 你包括泼墨也好 包括水墨也好 包括一般的那个 就我们以前常常在群 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画的那些 啊 小协议的画也好 他都属于协议画 他都属于协议画 工笔画里面 呃 也也分为人物画 花鸟画 香水画 啊 然后 呃 血液画也分工笔 也是分这些 人物呀 花鸟呀 都有 都有 但是总的概括 我们把它分为工笔和协议两大种 啊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直播间里 大部分画的是协议画 偶尔也画工笔画 嗯 那么今天的是协议画 但是是小协议 因为比较比较 呃 有细节 是吧 对呃 今天的也 今天的画这个方法 我们算是了解水线画的结构 以及其特征 啊 我们没有用用这个毛笔 对吧 我们也没有用宣纸 这是了解一下 这个方法 拿线去勾它 本身就是以线造型的 这个主要方法 它就是中国画的特点 你了解它的方法之后 你可以把它用在协议上 也可以把它用在工笔上 嗯 你要把线条连好 你的画才能画好 嗯 所以我们常常说 呃 以输入画 就是你用你的书法用笔去画画 要求朋友们 军力朋友们最好练字 就是你能够把字写好 用用写字那些方法去画画 就特别能够施半功倍 就才能把真正的了解中国画的精髓 好 那这个时间就 那您再说 水一画 水墨是不是就不上 就是光是那个用墨水 然后这些彩色呢 上色的呢 啊 你说的水墨画是 是一种 是其中的一种 工笔也有水墨 啊 写印也有水墨 你所说的那种水墨画 大概就是不上色 嗯 只用线 用把墨色分为 浓淡干湿 像我们以前画的 啊 这个 福春山的那个山水画 对不对 对 福春山剧图 那个就没有任何颜色 它就是你说的那种水墨 对吧 OK 啊 好 那么这些课就上到这了 这不是问题 我就想拜托您一下 因为课上的时候呢 我们都被静音了 而且是打不开静音的状态 我们就在查里面写 因为有的时候 您画的时候 您太靠下了 画的地方都在镜头以外 所以还有点可惜 麻烦您啊 画期间能不能 要不看查的 要不注意一下 否则我们这儿 看不到那些石头 根的时候呢 很着急 对对对对 是 我有的时候想 这是把它镜头拉低一点 然后让大家能看到 心情 好好我再注意一点 这个麻老师啊 这里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边呢 因为麻老师这个时间呢 两边都挤 他中间没给大家交流的时间 中间呢 实际上这几天 一直在各个讲座上都讲 我们希望大家报名 来来来做这个 祝母管理管理员 各个方面 我们这边呢 确实都忙不过来 大家呢 这个有时候的这个细节问题 我本身这样看着我还要打住电话 和接住电话 所以说呢 有时候也缺缺失职 但是有一个专门的负责 这块呢 可能好一些 尤其在学员来说 有时候呢 实际上这边工作量也不是很大 但是大家要聚焦这个 这块是这样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去报名 报名来 就刚刚我说呢 加那个二维码吗 哦哦 今天没发 你可以加这个二维码 对刚刚这个二维码 你可以 咱们你说你要做祝母管理员 都可以 现在本身现在呢 我们准备要 还要大家培训一下 或者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专门请个老师 跟我们再讲一讲这个 祝母管理方面呢 包括我们从去年 二月份到现在吧 我们也有一些经验 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管理祝母 说大家呢 这个看看谁感兴趣 都可以帮我们 这个也很简单 那马老师你都走了吧 好我就下课了 我就已经开始收拾准备了 那今天就到 好好就到这吧 好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在那个祝母 在那个 在群里 在群里边 给马老师沟通都行 大家留言沟通都行 下边是英语脚中级班的学习 这个周二周三周四 这个时间都是英语脚的 这个六点到七点 英语脚的 那个 看大家 刚刚对 我刚刚那个YouTube 那个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刚刚我说了 就是你要进其他群学习 都可以加这个二维码 你说你就要讲一下 你说你要学什么都可以 中心呢 把时间表上 就是所有的时间呢 中心的活动都都都都列了 都可以 你需要进 现在关键 现在就是很多群都都满了 都满了 今天的活动呢 就是 下边还有两场 一个就是 法语脚的学习 法语脚中级班的学习 还有八点钟呢 这个一个 都是每周一次了 这个声乐课 声乐课是每周一次的 声乐课学习 八点到九点 我把那个 我再用 现在那个 我把刚刚一个 我 我 我这个 就是大家呢 就是登登录着 就YouTube这边呢 就刚刚说了 你就是上去订阅 就是订阅那个地方 你就点一下 你搜了就是 我们中心的权证就是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你搜一下 搜到以后你点 点订阅 这边铃铛 你最好也点一下 这些都是免费的 然后你都可以看到 中心的所有的回放 你找 然后你再 点这个 点了以后呢 再点这个 这个地方再点一下 你都看到上面 最上面一个播放列表 列表都有 你要看废话 从开始 马老师的第一节课都有了 系列都有 都可以看一下 这基本上这个 我们这个 就是每天的这个回放啊 每天的 就是前一天的 我们第二天都要 都一般都会上传 一个网站 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一个网站 一个是这个 这个这个 YouTube 都都上传了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我看谁 那个法语 叫那个 丽丝老师道明 大家可以打开 都可以打开一下 丽丝老师道明 你打开你的脉 丽丝老师 可以打开麵了 丽丝老师 你可以打开你的麵 你看看 可以了 刚刚不可以 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好 那个 丽丝老师 你这样吧 你这样讲了 讲了课以后 我这个七点钟 他们跟他约个电话 你你讲了以后 你那电话是不是不好打 是咋回事 都跟你联系不上现在 对 因为我这边信号不好 时不时的就 没有信号了 那微信上 或者啥 我就简单给你 通通话 我刚刚给您打电话 可能是您在忙 结束了 然后 你先吧 你得结束 先不影响你讲课 你结束了 我再给你通话 好的 好的 那你开始讲吧 OK 那我们就开始 我先分享一下